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乔牌微课堂 那么今天这一期来上第一节课 首先,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整体健康,万事如意 那么今天的第一节课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乔牌这项运动的历史 乔牌起源于欧洲,然后发展于美国 如今已经流行于全世界 那么乔牌究竟起源于欧洲的哪个国家呢 据资料表明,乔牌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英国 那么当时呢 这一类牌类运动的规则和名字和现在有很多区别 而且它的名字有很多 当时有把它叫惠斯特的 有把它叫胜利的 甚至还有把它叫威士忌的 一直是到17世纪的中叶 名称才被统一为了惠斯特 那么WIST这个单词呢 也有叫人保持素性的意思 惠斯特就是大家公认的现代桥牌的前身 那么在福尔摩斯的小说当中呢 柯南道尔也提到过不少次的桥牌 这是我从福尔摩斯红发会当中揭取的一个片段 关于这个桥牌的起源地呢 我自己之前的认知其实也是有点小错误的 在2016年的时候 我去意大利参加了一个世界青年桥牌比赛 当时的比赛地点在一个叫Selso-Major的小镇 我们的带队老师呢就跟我们说 相传那里是桥牌的起源地 当时我们到了之后发现这里 这座小镇的桥牌气息呢 确实是非常浓郁 大家可以看到图片上是当地的一个草坪 上面的图案正好就对应了桥牌当中的四个花色 那么直到录制期的教学视频前呢 我特地去查了一下 才发现真正的发源地应该还是英国 惠斯特是桥牌最原始的形式 四人一桌分成两对 那么就像图上的北和南是一对 西和东是一对 使用一副去掉大小王的布克牌 每个人发13张 最后一张牌的花色呢 被叫为王牌花色 何为王牌 我们在之后的教学中会详细的讲解 打牌过程与比大小是类似的 显然这种还法和手中牌的好坏 以及随机的王牌花色都有着极大的关系 拿到一手好牌 对于这样的竞技模式来说 重要性不言而喻 如果手中的牌远远好于对方 得分似乎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而拿到一手差牌 便只能呵呵一笑 大多数时候也难逃输牌 输钱的命运 可见这种打法有着极大的运气成分和不确定性 惠斯特桥牌由惠斯特发展而来 它在惠斯特的基础上增加了 由发牌人根据手中持牌 最终确定王牌花色的这样一个过程 也允许无限的加倍来增加F牌的赌注 发牌人是由桌上的四个人罗友担任的 那么这样的一种改进 显然相较于惠斯特而言 使这项游戏变得更加的合理 更加的公平 因为至少发牌人不会再出现 手中只有一张的花色 却恰恰成为王牌花色 这样啼笑皆废的尴尬情况了 发牌人也可以把这个决定王牌花色的权利 交给自己的同伴 这样他跟自己的同伴之间就建立了一种联系 也就是所谓的乔 下一个发展阶段是镜教乔牌 是在20世纪初诞生的 在镜教乔牌的规则当中 每位牌手都能像镜派一样镜香轿牌 以确定最后的王牌花色 轿牌借数高的人会成为最后的庄家 他所叫的花色就是这副牌的王牌 庄家必须在打牌过程当中 赢下所镜教的借数 对应的银牌数才能得分 镜教乔牌还增加了奖分 罚分 取分等 使乔牌变得更加精彩激烈 定约乔牌是目前乔牌发展的最终形式 以美国铁路大王哈罗德·范德比尔特 对规则的更改为开始 定约乔牌与镜教乔牌的最大的不同 主要在于超额完成目标的奖分多少 在镜教乔牌当中 只要最终结果一样 并且完成了目标 那么得分就一定是一样的 比如以黑桃为王牌花色 目标是赢得10吨 那么如果你最终成功地赢得了10吨 那你便会赢得10吨的奖分 而若你最初定下的是赢得8吨的目标 最终也同样赢得了10吨 那么你也能收获赢得10吨的得分 因此牌手们都尽量尝试定下较低的目标 以防较过头苦涩地吃下法分 爬爬爬打脸 而定约条牌在很多情况下 二者的得分是不一样的 同样如果以黑桃为王牌花色 定下目标赢得10吨 那么如果最终你赢得了10吨的话 得分除了那10吨的基础得分 还会外加一些分值相当可观的乘举奖分 那么关于乘举奖分 我们在后续的章节会详细地说明 如果你最初定下的目标是赢得8吨 最后同样赢得了10吨 那么你的得分就只有赢得这10吨的基础得分 并没有乘举奖分 规则还增加了局矿等规范选手教牌制度的条款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局矿如果是无局 那么四黑桃只能拿到420分 如果是有局的话能拿到620分 这样的设计呢 使规则变得更加完善了 桥牌也变得更加科学合理了 也就和之前的赌博完全就是不一样了 桥牌除了是一项智力运动 很多时候它更是一种社交的手段 随着桥牌的不断发展呢 也逐渐形成了特殊的桥牌文化 和一些基础的桥牌礼仪 在这里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全世界牌桌上 都需要遵守的一项礼仪 就是桥牌当中 四个人里面会有一个人 在打牌过程当中成为名手 他的牌呢 是需要摊在桌子上的 之后呢 就由他的同伴 也就是庄家来操控他书牌 那么在名手把牌摊下来的时候呢 要对庄家说一声Good luck 然后庄家也要回名手一句 Thank you 好的 本期的桥牌微课堂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一期呢 我们将正式进入 现代桥牌规则的干货小学 敬请期待